好 来 这个话题我发现大家反应很激烈 好 我现在再来展开来讲一下 点外卖要比去店里面吃更划算 为什么 因为外卖有券 为什么有券呢 外卖的券一般来讲是商家来承担这个成本 那为什么商家宁愿自己承担成本 自己来花这个钱也要让你点外卖吃 因为外卖的成本对于商家来讲更低 你没有听错 那为什么外卖对于商家来讲成本更低呢 当然请注意啊 我这里面说的商家是指的有门面的商家 有大门面的商家 我指的不是那种外卖专门店 那种店我是不吃的 外卖专门店的东西我是不吃的 那太脏了 我指的是有规模的这种店面 为什么 因为有规模的店面 他给你做外卖 他的成本会更低 为什么 请问餐饮业最主要的成本是什么 不是你那个菜 而是什么 而是房租 一个有店面的餐饮店 他里面的桌子椅子是有限的 如果你去里面吃了 你就要占用他的位置 那么这个成本就很高 因为你要用到他的房租 但是如果你点外卖吃呢 他直接把做好的东西给你送过来 你就不占用他的空间了 所以说对于这些商家 商家而言 你点外卖 他宁愿花自己的钱 多给你补贴几块 比去店里面更便宜 他宁愿让你在家里面吃 这个就叫商业 这就叫商业 能明白吗 因为我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 我今天中午就是这种情况 我现在在哈尔滨 我点了哈尔滨一个著名的一个叫卷饼 叫什么叫老昌春卷饼 哈尔滨的都知道 我去店里面吃 店里面点菜是不允许点小份的 一个菜三十多块钱 点三个菜就是一百 我前天是在店里面吃的 我今天就是点外卖吃的 点外卖三十多块钱 就可以点三个菜 一个肉两个素 在店里面也是一样 一个肉两个素 店里面要花一百多 但点外卖只要需要花三十块钱 还送你春饼 还送你一碗小米粥 还送两个小菜 同样的质量 为什么 因为你不占用它的空间 你带回家吃 给他省了一大块成本 那么他在省的这块成本之中 他拿出一小块来补贴你 那么剩下的 他省的这个成本 就可以就是赚的钱了 就可以放到自己的腰包里了 饭店在一定时间内 出餐越多 他就可以平摊 他店面的租金 那么他的成本就会更小 这叫什么 这就叫市场经济 这就叫经济学 很多人在卖一下 打离谱 废话 你天天点那个外卖店 能一样吗 外卖店 你送给我吃 我都不吃的 专门的外卖店 太脏了 因为我见到好多外卖店 你记住了 有些那种什么 有些什么广场 购物中心 有些生意不太好 二楼三楼的 有些店面 店铺都是租给外卖专门店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 脏的不得了 知道吧 所以说不要打离谱 这是现实情况 有什么好离谱的呢 没有什么好离谱的 好 有人说不要谈这个了 你不懂 那你懂 你可以来谈谈吗 对吧 你来谈谈不就行了吗 卖下有人问卖掉朗子 这个麦当劳呢 你拿麦当劳举例就没意思了 麦当劳是全世界最大的餐饮连锁 品牌力一级棒 对吧 麦当劳可能属于美团里面 就是最最顶级的 外卖里面最最顶级的 你拿麦当劳举例就没意思了 你要举例大部分普通的餐饮呢 对不对 你拿麦当劳举例 那没意思 读一下是C KOKO666总说 主要节省时间成本 对外卖还节省时间成本 你干你的工作 然后你把这个外卖送到你 你送到你家里 送到你工作的地方 直接吃完就完事了 不逆之苦 不逆总说 看看KFC麦当劳之类的 有几个是KFC和麦当劳啊 有几个是 有几个品牌能力能这么强啊 对吧 你举这种例子 本身我就觉得都是极端例子了 是不是 好 稍等啊 再读一下SC啊 再读一下SC 有两个建长是吧 要感谢瓜子总的建长 感谢CIO总的建长 感谢CIO总 感谢瓜子总啊 感谢感谢啊 好 这个杀信小吃行吧 这个华莱市便宜 那这样吧 就如果你们不认同 可以上卖了一聊 对不对 咱们真理越变越名 变一变 是不是 点外卖 对于有门面的商店来讲 这就是更省成本的 更能让自己利润最大化的 这个事 这就是我的 我的这个理解 感谢KIO总的报准 感谢KIO总啊 呃 瓜子总说啊 上见了 开播了 没法PK 说对方连线中无法操作 你连我 好的 别急啊 马上马上啊 稍完勿造 马上 对方连线中无法操作